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如今的国产车行业是日趋发达 同时也取得了许多技术上的突破 而在这个抵制日货的时代 日本车型早已不在很多人的选择范围内 殊不知在早期时候 如果没有日本的三菱提供给国产车的发动器技术 估计国产车的发展也不会达到如此地步 国内早期的时候主要以大众和雪铁龙为主要汽车品牌 当时桑塔纳风靡一时 而且在那个年代的技术比较封闭 大众和雪铁龙不愿分享主要的发动机技术 形成了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 其他自主品牌车型很难在中国站住脚跟 不过此时的三菱已经研发出了4G63的发动机 并且三菱抓住了时机 及时将此技术转让给东南汽车 而随着形势的发展 随后的华城 哈佛 比亚迪等等车型 都在应用三菱的4G发动机 甚至现在猎豹和哈佛等品牌 还在沿用三菱的发动机 三菱在之后的帕吉罗车型中 由于刹车系统出现了问题 因此销量一路下滑 而此后的三菱也只能依靠发动机来维持销售 虽然三菱在没落之后 影响力和知名度下降了不少 但它也算成就了各大自主品牌 若不是三菱的技术提供了发展契机 可能现在的自主品牌还要再发展个十几年 才能取得现在这种形式 现如今我国与日本的关系也日渐微妙 而对于像三菱这样的日本产品 大家的态度也是忍者奸人